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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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现在看一看了 接下来咱们就跟随镜头一起 一旦就近吧 走吧 咋啦 哎呀 难得在香港抓住你 我要邀请你来做一个小小的挑战 我们要做一个乔装挑战 你看 那边是咱们阴阳师的展台 然后会有一个小的互动游戏 一会咱们就穿上NEXT工作人员的衣服 乔装重工作人员和玩家玩游戏 并且我们要挑战不被他们发现咱俩是谁 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说 被发现就说喽 谁先被发现谁就说了 谁就要接受惩罚 惩罚怎么玩 惩罚怎么玩 真心话当贸铁怎么样 可以 那咱们就先去换装准备 走 走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瞧瞧的 还有帽子 这帽子是只有 帽子是直接戴就行了 有俩 来 好 今天咱俩就是NEXT工作人员 不要被发现 小小的 快点 给我点点 这个你拍等会儿可以稍微隐蔽一点 如果要条件允许的话 嗯 我们就直接去抢小姐姐的工作 我来沟通 哈喽 这个你可以替班休息一下了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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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会分 对 你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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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 穿情人衣服那个 哈哈哈哈 小白 对 穿情人衣服的 是那名字 白藏鼓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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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一直想抽这个叫 今天日早前 恭喜 来 你是七老爷跟哥子 呃 你说的是他是七老爷是吧 对 就是哥子了 嗯 你为什么先说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我们刚刚是在做一个挑战 对 做一个乔装挑战 看谁先被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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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小姐姐你先说了七老爷的名 所以是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为什么不先说哥子呢 小姐姐你考虑了 不愧是你 不愧是我 我刚刚是有一个真心话大冒险 其实真心话的是由现场观众 也就是由你来提出的 嗯 随意了都可以了 有点朋友吗 哈哈哈 来 小姐姐的问题是 吃老爷有没有女朋友 现在真没有 现在真没有 现在真的没有 你跟那个老道姐是真的吗 不就一个问题 是真的 是真的 七七是真的 是假的 真的是假的 都是真的 到大冒险环节了 对 大冒险 那你来吧 你想怎么做 大冒险 我想让你给观众朋友们表演一个清醒灯的经典坐姿 坐在帐上那个东西 找一下有没有帐 不用了 就这样吧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哎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在这 我人肉帐啊 对对对 你就是那个帐 我是人肉帐 嗯 嗯 嗯 是 嗯 你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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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徐 哎呀 我又逮着你了 斗技厂我打不过你 嗯 石头剪刀布你打不过我 那咱俩抽卡谁有谁飞呢 这个得看看欧气了 今天现场正好有一个抽卡的活动 咱们等会从现场所有各挑一位 组一个小战队来一个PK怎么样 可以啊 这个规则记得很简单 就是咱们每人来一发十连 然后看看欧姐飞姐 就数S2和SS2就可以了 给老七来个十连二就行 来老七过来咱俩再来解说了 哎呀妹子这边火了个666 这个6看看能不能来个十连二 咦怎么老婆说来十连二 哎呀这边上来怎么就两S2 三个 啊妹子这边已经结束了三个S2 好小哥们来一张 你自己记一下 压力有点大呀 好一个月叉 对 二里一个门活 再来一个就行了 哎稳了稳了四个了 哎稳 来看一看这个百给之主徐青林 啊百给之主 哎呀上来 哎呀都乱冒 哎呀155 又有一个S2 有点难了呀 小曾和气 不贵不贵 来宾有 再来一个呀 哎呀 那我觉得你们要输了 哎呀 一个 啊就一个S 所以现在是你们多我们两个S2 别客气啊十连二就可以了 我写一个自己的一个签名好了 虽然你们不一定能看出来 哎十连二预定了 我只要是多比这两个S2多一个 我只要三个S2我就赢了 他们就能赢了 哎两领 一领我就直接赢了 三领 四领 你别这样好吧 五领 别别别别 六领 七领 八领 九领 十领 没 哎 不愧是七老爷 十两啊 小短的 不是 为什么现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么鬼 这是对你实力的认可啊老七 实力 好吧 哎阿萌 有没有兴趣和我来做一场PK 什么PK 你看啊 咱们今天难得现场来了 好多漂亮帅气的Coser小哥哥小姐姐 一会儿啊 咱俩互相去随机挑一位阴阳师的Coser 教他土味情况 让他去找一个玩家 毕咚 倒白 这么刺激吗 没错 刺激不刺激 咱们去找Coser Let's go 哎呦 这个慈悟同志好把气 小哥嗨 可以加入我们的拍视频行列吗 帮我们一个小忙 就是我们一会儿需要你去那边随便抓一个玩家 然后毕咚他 跟他说一句土味情话 要毕咚他 对 用你强大的鬼手 对 而且你用这只手来毕咚他 但是我不会土味情话 那要不然我教他是OK的 你要很认真地教他 这是我的手背 这是我的脚背 你是我的宝贝 OK吗 要深情宽宽的 你是我的宝贝 那要不你来 不不不不不不 不要抱怨抱我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哇哦 这个要不然咱们 这站起来长得也太大了 太高了 咱们搞点事情 找个男孩子吧 找个男孩子吧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的 还能我们就找个男孩子 没事 没事 别过来 干嘛 要干嘛 干嘛 干嘛 这是我的手心 这是我的手背 你是我的宝贝 没有脚背了 没有脚背了 还有一句呢 还有一句呢 这二选一吗 两个都要说 两个都要了 还有一句呢 还有一句是什么来着 要不你跟他说吧 要不你跟他说吧 不是 你刚才教我的时候不是听了 还有一句是哪一句 不要抱怨抱我 对 别抱怨 抱我 整段垮掉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哥 我想有一个小的活动 要请你参与也方便吗 方便的 等会你随机 现场找一个男玩家 然后去 比他土味情话 好像被坑了 我来教你一句 我给你普及一下鸭鸭的种类 有小黄鸭 大白鸭 还有我想你了鸭 阿爸阿爸 是不是整段又垮掉了 有一位幸运的小哥 二号不说上 你知道鸭的种类有什么吗 鸭的种类 就是有小黄鸭可能 有小黄鸭 还有我想你了鸭 还有我想你了鸭 谢谢门票迟了 门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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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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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到我身边的就是鬼同玩的同僚之光幽梦 大家好我是幽梦 本次运人鬼同玩聊 本次日合访运人聊的代表花花兽 实不相当 其实我是带花花兽大佬来的洛华生小弟弟 这次代表文明第一大佬前来的大佬 大家好我是文明的朋友大家叫我冰冰就好 本届未载而战世界第一奉天的代表 以及世界第三也是超级黑马威威的代表 大家好我是吴霜 大家好我是陶子华的爱情 威威这一届可以说上分速度非常快 大佬你当时是怎么做到让他上分速度这么快的 就我的答法是属于那种 只要是阵容合适 一分钟内就解决战斗了 如果不是我解决别人就是别人解决我 但幸运的是就是说第一天第二天 第一天的中午跟晚上我效率都好 然后遇到的人也不是那么强 运气吧运气怎么好一点 无双打这个奉天的号最后保持到世界第一 压力应该很大吧 压力非常大 尤其是这位追得非常好 二阶段是我都没有想过自己能拿第一 正好能不能借机给我们展现一下 宰战世界第一奉天大佬号上特别秀的御魂 6号位的18次 3号位的招财猫18次 招财猫18次 还有4号位的招财猫命中17次 数据而已 还有2号位的招财猫 招财猫的 17次的头 不算不算数据而已 大家都很好奇文明迪大佬 见不到他很神秘 迪迪大佬在三次元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迪迪吧在现实中也是比较神秘的 同时这个神秘的面差就是也是 不想让别人影响到他 但是弟弟还是挺和蔼可亲的 其实本人还是很和蔼可亲 还有其他的吗 这个就不能再多透了 好吧好吧理解的理解的 你是他的朋友洛华生 对 洛华生是胖版的 对 花花瘦是瘦成一道闪电 确实实不想把花花瘦到了 他经常是在厕所工作的 花花瘦游泳低神 对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应援的鬼同玩事实人 或者对支持你的朋友想说的呢 非常感谢大家此次的支持 为我押注了非常的应援圆圈 但是我也确实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下一次我还会应援鬼同玩聊 重新打一下 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下次还会应援鬼同玩 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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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